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已入侵625個縣市區 一次就要命 緊急提醒 許多人看不到俄烏戰爭的本質變化 在北京一下子炸開了 一船十 十船百 水泄不通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5月12號 星期日 首先感謝支持我們重新申請盈利 訂閱阿波羅網副頻道的800多位朋友們 我們恢復副頻道的週末更新 這是第三週 突發新聞也會發布到副頻道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 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需要大家幫助增加1000個新訂閱者 以便符合重新申請盈利條件 請大家多多支持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已入侵625個縣市區 一次就要命 緊急提醒 北京網發文 近日 夏女士穿著拖鞋在小區散步 小區裡綠化豐富 他不小心被紅火椅盯遮了右腿 隨後幾次出門 隨便穿了襪子 長褲 卻還是接連被咬傷左腿 腳踝和手臂 被咬當晚 紅腫發燙 鼓起的包有手掌大小 就像是腿上長了另一個膝蓋似的 期間還專心的癢 根本睡不著 後來那段時間不斷重複脊血家勞破的過程 不光癢還痛 最嚴重的時候頭皮發麻 整個人都頭暈目眩的 到現在已經一個半月了 還沒有完全好 被咬咬的部位仍會發癢 夏女士告訴記者 紅火椅原產於南美洲 通體呈紅褐色 外形與人們常見的螞蟻相似 長圓3毫米到6毫米之間 它被稱為世界公認的100種最具危險入侵生物之一 並已被列入全國農業 林業和植物檢疫性有害生物 武漢市園林科學研究院 植物保護研究所 高級工程師董立坤提醒 目前紅火椅已進入活躍期 如果市民發現紅火椅潮穴 儘量繞行 避免靠近 並立即向園林和林業部門上報 董立坤表示 紅火椅會威脅人畜健康 甚至生命安全 紅火椅在新入侵地區非常容易形成高密度種群 一旦人或牲畜踩到以丘 它們就會傾巢而出 成群地爬到身上進行叮咬 董立坤向記者介紹 紅火椅最大的特點在於其巢穴 常在草叢 農田 荒地 路邊 公園等地出現 将從地底挖出的土屑細顆粒堆成土丘状的椅巢 內部成蜂窝状 而一般蚂蚁的巢穴則不會隆起 若扒開表面 則會有許多暗紅色的蚂蚁涌出 個頭由大由小 其中大的是兵蚁 小的是公蚁 均可叮咬 遮人 許多人看不到俄乌戰爭的本質變化 俄軍攻占阿富蒂夫卡 以及近來攻占阿富蒂夫卡西北面多處烏軍陣地 是美國停止隊伍軍援 以致烏軍彈尽良絕的結果 作者沉默在《七份日記》上撰文說 多次說過 絕對不是 即使在美國停止隊伍軍援期間 烏軍每天發射的大口戒炮彈數量也有6-7千發 相比於俄軍每天2萬左右的數量 烏軍確實少得多 應當看到 俄乌雙方在戰場上有以下三個重大區別 第一 俄軍是進攻防 在進行人肉衝鋒時 需要對烏軍陣地進行炮火準備 烏軍作為防守方 是對發現的敵人進行精確打擊 兩者需要的炮彈數量完全不同 第二 烏軍擁有碾壓俄軍的戰場態勢感知能力 以及反炮兵雷達 流彈炮 排擊炮 火箭炮 單兵反坦克導彈 坦克 步兵戰車和裝甲車等西方原無精確打擊工具 及時發現並精確打擊俄軍的能力具有壓倒性優勢 打擊效率遠高於俄軍 第三 烏軍戰場上無人機使用量超過俄軍10倍 而且性能約優於俄軍 烏軍目前每天消耗1200多架小型查打一體無人機 同時出動數百架可反复使用的大型投彈無人機 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烏軍炮火不足 烏軍最近失守阿富蒂夫卡以及西北面積樹村莊 絕對不是美國停止對烏軍援的結果 因為在此期間 烏軍發射的炮彈數量並沒有任何減少 儘管烏軍號稱進行了炮彈配戟 就是不能亂打炮 但只要發現敵人 還是使用了足夠的炮火打擊 烏軍失守阿富蒂夫卡的最主要原因 是這裡本來就是深入俄軍陣地的一個突出部 俄軍長達數月夜以今日 旱不未死的進攻 而俄空軍發射的巨型滑翔炸彈摧毀了幾乎所有烏軍攻勢 至於一週前 俄軍利用烏軍部隊換防的失誤 在阿富蒂夫卡西北面快速突進 只要是烏軍換防部隊戰鬥意志薄弱 跟烏軍炮彈不足 沒有半盲錢關係 成默說 許多人正是看不到俄烏戰爭演變進程中的本質變化 才會因為俄軍一個很小的戰術性勝利 搞得一驚一乍的 失去了客觀理性的判斷 在北京一下子炸開了 一船十 十船百 水泄不通 1992年11月 北京人米瑞金聽了姐姐的介紹 參加了李洪志先生在北京的第五期講法班 這期班是在北京豐台區雲港的航天部三院舉辦 一共十天 學員人數約四百人 米瑞金回憶說 師父當時41歲 看起來就像20多歲的樣子 很和蔼 又很精神 師父身材高大 無論站在哪裡都顯得很高大 都是最顯眼的 學習班收費低 米瑞金說 學費大概是三四十元人民幣 聽完一期再去聽的 學費還減半 學習班結束 米瑞金發現自己不同了 人生觀 世界觀發生變化了 得道真道 她興奮得不得了 第五期講法班結束後 法輪功參加了1992年12月 在北京大北遙國貿大廈舉辦的東方健康博覽會 米瑞金有幸參加了 她當時是在法輪功的攤位上為民眾提供諮詢 她在這個博覽會上 親眼看見了李洪志先生為人治病 行了很多神蹟 米瑞金說 1992年東方健康博覽會一連十天 每天從 他的攤位可以用水泄不通來形容 米瑞金回憶 有一天有一個婦女 在她先生的陪同下來到健康博覽會 她的肚子特別大 比懷孕快要生產的婦女的肚子都要大 北京各大醫院他們都跑過了 醫院都不敢給她做手術 沒法治 她來了後 師父給她調理 師父讓她站在一個小台階上 然後做把手伸進去抓出來的動作 就這樣沒幾下 她的肚子就一下子癲下去了 就正常了 米瑞金說 速度太快 等大家反應過來 爆發出熱烈掌聲 米瑞金說 這兩夫妻撲通一下給師父跪下 磕頭 放聲大哭 師父把他們攀扶起來 他的先生特別的激動 感謝師父 突然 他扭頭就跑出去 回來時手裡拿著一張大紅紙 跟人家借了筆 趴在那寫了一封感謝信 寫完感謝信 就送到大會組委會 組委會就廣播出來了 組委會向大家推薦法輪功 法輪功治病效果太神奇了 在1993年12月11日至12月20日舉辦的東方健康博覽會上 李洪志先生獲國覽會最高獎 邊緣科學進步獎 和大會的特別金獎 以及最受歡迎氣功師稱號 在1992年5月至1994年12月期間 李洪志先生不辭辛苦 一共在中國大陸舉辦了56期傳功獎法班 法輪功傳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 法輪功神奇的驅病健身效果 和對人身心的強大進化作用 讓修者日重 而且李洪志先生強調修煉要重德 要注重新性的修煉 修在先 練在後 法輪功真修弟子也在不斷地提高新性中升華著境界 到1999年 在中國修煉法輪功的人數已達1億人 遍布工農兵學商等社會各個階層 再次感謝阿波羅網副頻道新訂閱的800多位朋友們 感謝會員朋友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您的每一份鼓勵我們都銘記在心 感謝各位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也歡迎您在乾淨世界平臺關注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感謝各位 初詞 拍摄 感謝關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